4. 开设的照片 我拍摄的一套照片 让大家先看一看 到这一套一套照片 然后我们再分享 再试一下一套照片 我们说人去成都 进程度去拍照 比如说要去紧债沟 要去这个新度角之类的 都会进过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很多 是你们的参加摄影团的时候 有一个 我要叫做地站 一定会进过的 那么呢 通常我们在那里拍照的时候 早上大概是九点多 十点 那就很多人 除了查课之外呢 就是拍照的人 因为那些拍照老师跟带队的呢 都把这个地方当作是 其余的景点的其中一个甜品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新链价格 它是 这个好像比较瘦一点点 因为最近我在北马 我动的比较多 北马什么东西出品 吃咯 因为我一天补餐 就这样的东西咯 都变住了 我进来了一次 ok 那么我现在没什么人性的啦 这种咯 所以呢 我是主要 我主要这个人的视频 比较尽量 ok 好 在过往时间里面 我很喜欢 为什么呢 除了拍照之外 我很喜欢看电影 各位 有看电影的习惯哦 看电影 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呢 我很喜欢看一些 拍的比较伟美的电影 拍的比较伟美的 而且 怎么说呢 它的这个 内容啊 要有一些 提示 或者是有一些 让我们学习到 某一方面的事情的 那么今天 我想接触我很喜欢的 一部电影 里面的一些情节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视频的一些看法 一些学习的那个过程 嗯 这个电影有看过吗 这套电影 这套电影是 王家伟 呃 用了十年的时间 从被拍摄的一套电影哦 ok 呃 男主角是梁朝伟 梁朝伟 我是很喜欢的啦 呃 因为他可以用眼镜来说话 不用嘴巴的 没有啊 ok 所以呢 这套电影呢 呃 其实我很喜欢黄家伟 因为是他拍电影的时候 他把那个画面 那个场景呢 都弄得很唯美 而且 这个电影里面呢 这套电影叫做一代宗师嘛 讲这个 叶问的故事的 对不对 ok 叶问 那个是他的那个 什么呢 红颜之景 ok 就是那个 空虾二小品 所以这个 整套电影里面呢 有很多的经典的 这个对话 然后我就摘了其中的一两句话呢 来引用在视频上面跟大家分享 那么其中一点呢就是 呃 这个 本来基本上 所以说是一部品侠片 讲打的嘛 但是整套电打的那方面呢 反而 比较少一点 讲述的呢 都是一些 呃 怎么讲呢 人 人跟人之间的一些相处 或者是人 要奋斗的一些经验 的相处 ok 那么 其中一句经典的话 叫做什么呢 喜虎智能的 他们学功夫的嘛 打的嘛 喜虎智能 在你学习 武功 ok 这个过程里面呢 有三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 叫做见自己 ok 第二个阶段 见天地 第三个阶段呢 叫见众生 到底他讲的是什么东西 ok 你哪里有看到 对方有人啊 朋友说 诶 你的照片很烂耶 没有了 赞噢 放那个哦 那是一张 那还是十分的 都是这样的嘛 ok 没有这回事 啊 你 想睡 哇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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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